2017年PayPal1AMC的第十條 第十條你會見到是一些計算 特別是你會見到重點字眼 當你看下去的時候你會見到有Comparn這些字 當然你會知道應該是跟這個 Timeout of Money那一課是有關係的 即是Personal Finance Timeout of Money那一課 Personal Finance的第一課是一些計算的題目 今次看看他究竟想做些什麼 他就說有個叫李先生的人 他現在想要存一筆錢在一個存款戶口裡 他的利息是7% 俗稱是7厘 一年7厘 Comparn annually 他就想著三年之後收回15萬的 150,000 所以他就問一下現在他應該放多少錢呢 所以其實這個我們是 你知道那個FV 我們現在想找就是找PV是多少 所以在題目上你要知道 其實他應該是把PV 他應該要收回150,000 他應該要收回150,000 3,000 他應該要收回150,000 3,000 其實在背後其實他在做一件事 就是一個我們叫Discounting OK 所以其實這條數是做一個Discounting的概念 所以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最後我們算一算的答案 應該你有計算機的話 應該算到出來 我們會把150,000、300,000 除回這一個 1加7%的三次 所以變成 他要計算出完之後 第七條我們會計算到 應該的數字會比起FV會少 所以最後我們用計算機 計算一下 應該 你會計算到 1,2,2,4,4,5 應該的答案 第十條就會在B 第十條